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人纵使活到一百岁 也只有三万六千天左右 所以武圣先贤 所谓圣人习寸英 习分英 对时间都非常的珍惜 其实自己不爱习光阴 也是对自己不真诚 不诚实面对自己 要对他人诚实 首先要对自己诚实 自己能不自欺 所以自己没有把光阴珍惜好 糟蹋了自己的生命 也糟蹋了自己的道业 人生难得 中华文化难遇 东土难生 大道难闻 刚好自己都遇上的时候 更应该要珍惜此生的光阴 孔老夫使说 遭闻到戏实可以 闻到念佛往生的机缘 我们只要抓住了 那这一生将可以无量刮无量寿 所以这个无量节来西游难逢遇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勇猛精进 相信道业不会蹉跎 古代这么多的提醒 我们一定要领受他们的用心 不可浪费时光 所谓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人这一生什么都带不走 最可贵的就是灵性的不断提升 这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的真诚恭敬慈悲 觉悟的心 有没有不断提升上去 去年的岁月当中 我们的道德学问有没有提升 恭敬有没有提升 孝心有没有提升 这样我们才没有虚度了那一年的广云 修行能得利要安住当下 而人大部分的经历都在胡思乱讲 过去的事跟未来的事 这个叫鱼池 浪费时光就于此了 静想静做一些对自己人生 还有对别人没有帮助的事情 什么人有智慧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用这样的一种态度 警觉性来过日子 就不会混日子了 就会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我会珍惜光阴呢 所以师长老人家 曾经就是这么教导我 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不然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习气 对峙不了 什么习气呢 英寻苟且 小盘视讯里面讲到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这句话就是说 有很多本来善根 素质都不错的人 这样的人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 业不加广者 怎么他这一生 没什么提升 没什么成就 只为英寻二字 耽搁一生 就因为英寻 把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是一日 他给他糟蹋掉了 英寻就是 不懂得珍惜当下 不懂得珍惜今天 什么事情得过且过 明天再说 明天再改 真正德行要提升 发现自己的习气 是要痛改 要下定决心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 就怕这个习气改不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 是在政府机构上班 小公务员 工作不忙的时候 喜欢看看报 我看什么 专门看副文 今天多少人走了 我看这个 所以我那些长官同事 都很压抑 你怎么看这个 我说我看看 慢慢就乱到我了 于是我们就想到 硬光老法死 为什么把死字贴在外头 他的佛堂当中就有个字 四字 警惕自己 死了怎么办呢 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 解决的方法 只有佛法 佛法里面方法很多 最可靠的方法 真能帮助你解决的方法 只有进度 幸运痴迷 求生进度 问题就解决 不难是不重要 每天看到 你看走的 老人有 年轻人也有 二三十岁的都有 黄泉路上 无牢烧 真点不下点 人民在呼吸间 一口气不来 这一世就晚了 人民在呼吸间 故人连受玄境 玄是快 玄境这 为转瞬几近 转眼就走就没有了 所以 光阴这么快 岁月不扰人 你一天比一天老化 不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老 一天比一天老 不能不知道 要知道 时光迅速 所以岁月不扰人 这一转眼就老了 我刚到台湾 那些年轻小伙子 二十三岁 你看一转眼 就像昨天一样 老了之后 马上就能想到 老了之后就要死了 你没有办法 长住这个世界 我在年轻的时候 常常讲 一个人 一三 从你出生到二十岁 那是人生的春天 春夏秋冬 到二十岁春天 二十到四十 是人生的夏天 春生夏长 四十岁到六十岁 人生的秋天 秋就要收敛了 六十到八十的时候 人生的冬天 就没有了 人生七十古来西 八十就不多了 古来所说的 人生七十古来西 七十岁称古西之年 很有道理 在我这一生当中 许多同学 同事朋友 四五十岁 整的 不少 这些知交老朋友们 到现在 还留在这个世间 还在的 不到四分之一 这个是真正 形式出 人命无常 我们应当提高进去 无论寿命长短 都要有成就 在古代高僧大德当中 有成就的 六十岁以前走的 维俗也不少 能够活到八十九十 非常细 体会得这些 四十的真相 我们就会珍惜光阴 珍惜机 好好地把握住 认真努力 能做一份好事 对自己 对众生 都有利益 世界 行物这首 迷惑真道 这话是佛说的 常常 警觉到自己 迷惑真道的人 能回头 我们要帮助他回头 不能回头 自己 也回头 自己不回头 这大错 他做了 人民在呼吸去 清闲的少 迷惑的多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遇到佛法 非常幸运 一生 可以获得 限度 永远 脱离 得到 脱离十八戒 能不能做到 决定能做到 三宝 加持我们 众神 加持我们 人要珍惜光阴 一寸光阴 一寸见 我们这一寸光阴 要是用了念佛 那个功德就不可思 劝大家 常常念佛 养成这个习惯 经上这一句话 我们一定非常重视它 一切世界 难信之法 难信 能信 多么的 难能 可贵啊 莫乏众生 勤之深咒 于此 罪集 语言队 涅成了意 究竟方便之妙法 不能心急 翻身一棒 这个现象 非常不别 所以这个经 我们学多少 统统要把它做出来 为什么 人家都相信 要把它讲 透确 把它讲清楚 自己步入境界 讲不出 自己真正做到了 能讲出几分 能令一个人 真正相信 念佛 往生进度 大刺 菩萨说 你劝两个人往生 功德就超过自己 你能劝到十几个人往生 你就是菩萨再来 你能劝到一百个人往生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 化身来的 这个我们要记住 激功累得 念佛 求神 帮助别人 生性 法运 老实念佛 这无量 无边的功德 干什么功德 做什么好事 都比不上这 这是我修佛 六十三年的经验 我所得到的心得 无与伦比 什么法都没办法 跟它相比 任何灾难 乾隆时代 此云观点 我是看它的观金之指 那里面说 所有一切经 一切灿法 一切咒语 通通都做不到了 最后还有个办法 一句阿弥陀 真诚心群灵 通通能消 我们相信 相信 怎么相信 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的最后 无你失望 毁谤大臣 到最后能够 因念悔改 认错 后不再干 发现 念佛求神念头 阿弥陀佛 还是来接应 这就说明了 它超越一切法 一切法 达不到的 特贵大道 我们一定要珍惜 决定不能疏忽 决定不可以空股 求分年 佛莫叹灭 一句 弥陀 心要 见 心 随随万锦 从他边 行车散空 尽 徒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